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和电视机旁的观众朋友 对话艺术家继续进行 我们跟胡盛华先生讲到 就是讲歌剧这一部分 好像是很难攀登的高峰 但毕竟他走到了这一步 说明了我们的只要努力 一定会成功的 那小胡我想知道 像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刚刚说 哎呀我这个假期休息的很好 然后他还在这个练琴 其实这个演出季跟上演出季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是吗 对对我来说 还是曲目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哦曲目变化 基本上对我来说 百分之七十都是新剧 对我来说 都是新剧 所以其实你一边休假 你还不能全部放下 但只不过就是自己安排好自己的一个时间 我看到你儿子 那天妈妈发上了一个小视频 居然放歌剧 我第一次看了这么小的小朋友 他就跟他一直点头 点头哈腰 我也不知道他真的是看懂是没看懂 你的孩子是从小就是听的歌剧 对对对他在肚子里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听 对他听歌剧 哎呀特别特别可爱的一个小朋友哈 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活动的时候 这个小朋友非常安静 非常安静的在听大人在讲诗 也不吵不闹 那一次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那一次有一次是一个 陈正的一个新爹发售 嗯是 他好像一举一动要要说什么 爸爸就把他抱过来 马上给他一个kiss 对他嘴给他kiss 马上就安静下来 也挺好玩的 生活多了一个小人哈 也多了不少内容啊 是不是责任更大了 对对我来说 我还有两只猫 还有两只猫 对两只猫也会唱歌剧 为什么呢 天天听我拉嘛 天天听拉 对对 喵喵喵的唱 真是 生活越来越有情趣了 那如果说到 你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或者是听众朋友说 哎呀胡老师你讲那么多 我们歌剧我们听不懂 你觉得歌剧能听懂吗 歌剧怎么说呢 因为它有很多都是意大利文 德文 如果把它翻译成英文的话 大家都能听懂 然后它剧情 它就像电影一样 对它是有剧情的 我觉得这也是歌剧 非常有意思的 有魅力的 有魅力的地方 就是有故事性 对对对 我看大多个歌剧院 有的时候演 比如说像摩迪 喜闻乐见的这样 他还把它唱成是英文的 对 也有英文版本的 有英文版本的摩迪 对有些歌剧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大家注意 来到美国 大家可以 如果你想去亲身感受一下 歌剧的魅力 其实你 我以我 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先了解一下剧情 对 是吧 对 然后咱们再去看故事 你就越看越喜欢看 你看在咱们中国 你看那些咱们的长辈们 听京剧部也是摇头换 因为他懂的故事 我们不懂 我好像有的时候就有剧力感是吗 对 所以还是更多人走进去看看那些舞台上的人生经历 可能对你来讲 我真的看歌剧会流泪的人 我也是 是吧 我第一年拉歌剧的时候 在那个乐视里边演出的时候 每次就是唱到伤心的时候 我就会 也激动 流泪 比如说哪出剧 基本上就是那种很伤心的那种剧 悲剧 对 我上次看那个王云鹏演的那个罗密欧朱丽叶 后来我就伤心的不得了 就是他后来那个谁死在那个台子上 他就一直在唱嘛 说你你要醒波兰 我是谁 我来呼唤你 真的是很动情 每一个故事 每一个人生 其实我们有人生经历都会 都会有感触 对 为他的喜怒哀乐所动容 其实这也是音乐营造出来的 艺术营造出来的 歌剧 而且他有那个大多个歌剧院 他的背景 舞台背景也是 好壮观 非常壮观 我觉得好像都不止一比一了 对 好像还要大是吧 托兰朵那个 还是那个背景非常漂亮 很壮观 很壮观 演出来的那个中国公主 你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中国公主是那样的 就非常的宏伟 对 大家也好像也是非常喜欢 有的时候真的 看歌剧就是 跟看电影真的是一样 对 因为它是跟观众是互动的 它有舞台 有音乐 有角色 对 所以歌剧也是音乐的最高级别 对 如果现在看歌剧 就是中国的歌剧 和这个西方歌剧之间的一些 不太一样的地方 你深有体会的是哪一部分 当然是音乐 因为我们学音乐 我觉得音乐 题材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角度不一样 对 所以如果您是一个唱歌的人 你一定会喜欢歌剧 我们今天这个对话 就是围绕歌剧展开的 那小红 你看你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 大家能不能羡慕你 你将来还有什么打算跟我们说说呢 我将来打算 就现在定一个新的目标的话 我希望能把这个歌剧 让更多人了解 把它变成一个电影 把它变成一个中文 因为现在歌剧 基本上都是英文 英文字幕 我希望能把它翻译成中文字幕 这样大家都能 每个中国人都能听懂 这样子把它带到 带到更多的人 就是人能听懂 中国人能听懂 你看我们13亿人 对 有几亿人来看 那就不得了 胡成华提这事非常重要 你看在美国现在 这个华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 而且你看旅游 商店 你都可以看到中文 对 唯独大都会歌语院 这方面需要加油 需要努力 如果有中文字的话 说不上就能带来更多的观众朋友 对 而且我希望还有就是 能让更多的学生 去学习怎么样跟 怎么样拉歌曲 怎么样拉乐队 这样子 帮助他们能找到一个 很好的工作 对 小红现在在演奏 大家注意了 在大都会歌剧院的乐址当中 你一定会找到一位 华裔的面孔 他就是胡胜华 如果说这是一门学问的话 我们在尊重科学技术上 将来我们中国的留学生 或者学音乐的学生 也能知道演奏歌剧 跟乐团其他的交响乐 什么是完全不同的 他也愿意给大家奉献 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毕竟他可是百战百胜的人 对 那这方面还是我们 应该说是算是一个差距吧 我们这个还有空间去提升 对 是吧 所以我希望我之后会做这些 帮助更多的人 了解歌剧 对 打开这扇门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也让我们中国这个歌剧 更多人的去来欣赏 小虎你拉了那么多处歌剧 唱怎么样了 你唱功怎么样 唱功不行 那我觉得像拉歌剧的人 好像都能哼哼哼哼 能能唱上几段 因为它发声不一样 要像声音乐一样 要学怎么样发声 我这方面没学过 没学过 对 但是还是能听出来的 谁好谁不好 还是能唱好声音 是不一样 大都会歌剧院 其实就在林肯中心 只要你走进去的 正对面那个 最漂亮的那个 我可以这样说吗 对 正对面 正对面那个 那就是大都会歌剧院 平时绝对不租给外人的 因为里边还好复杂 那其他的那些剧场 有的时候会做其他的演出 但是大都会歌剧院 常年给大家提供 这种最高的精神食粮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好 那我们再跟胡盛华 了解到歌剧的故事 和他奋斗的一个经历 不能不让我们了解到 另外一个艺术领域 对于歌剧 我们未来的希望 还是挺多的 我们所有的希望 也是希望 我们的华语朋友 能够更多的了解 歌剧的内容 也祝胡盛华将来的事业 是越来越好 也祝你和你的全家人快乐 谢谢 好吗 好 谢谢各位收音机旁的 听众朋友和电视机旁的 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